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让专家确定他属于辽带 在一阵鞭炮声中起个大汉 费尽九牛二虎之力 没想到石门后面是一米多高的淤泥 和紧紧封闭的木门 这说明木葬还没有遭到到扰 里面珍贵的随葬品 很有可能完好如初 为避免夜茶梦多他们加快清理进程 将木葬的墨盘 由于担心门后面会有些机关暗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